上次的好不容易 裝了台D7C 朋友回家一用 說他沒感覺到更光魅力 他逛了一圈蝦皮 就達到了免運 成天在家等著快遞 他拆開了電腦主機 說要想想安裝順序 我說 螺絲難鎖沒有關係 只要經過一番努力 定能完成風扇阻力 之後春夏秋冬一年四季 溫度都能明顯降低 再說這燈光華麗無比 每當有人問起 這是什麼玩意 Dark Flash ARGB 抽獎資訊我們就放在這個畫面給大家 為了方便大家完成 所有連結也都會放在置頂的留言中 那我們馬上進到開箱環節 這個是Dark Flash的CF8 Pro 5合1的ARGB風扇 這組的售價是1150 那特色是從扇葉到外框都是透明的 整個包裝重量大約是636公克 打開包裝 裡面首先看到的這袋是遙控器跟控制盒 然後這袋是風扇的螺絲 然後還有這邊一整把的5顆ARGB的風扇 每顆風扇的重量大約是44公克 這個機殼是之前組裝的 Fractal Define 7 Compact DTC原本配備了前置一個14公分的風扇 後置也有一個12公分的風扇 那這次改裝過程呢 就是前置的風扇因為是沒有燈光的 就把它往下移到前置的最下方 那上方多出來的空間就安裝兩顆ARGB風扇 頂部原本是沒有風扇的 那這邊就加裝兩顆ARGB風扇 並把機殼的靜音頂蓋換成Fractal隨附的通風頂蓋 那原本後面的12公分風扇 因為沒有RGB就先讓它退休了 換成一個ARGB風扇 總共5顆就用好了 主機板是ASUS ROG的C6H 那這款主機板上面的RGB是4Pin 12V的 而CF8 Pro使用的是3Pin 5V的規格 因此兩者是沒有辦法做到連動的 不過主要還是想要CF8 Pro的這個造型 然後隨附也有控制盒和遙控器 不用透過主機板 其實用遙控器操作也很方便 那控制盒上面可以串出8個風扇 也實際拆開來看一下控制盤的正面 那這個是控制盤的背面 控制盒的背後呢有兩顆螺絲 可以方便吸在機殼的金屬上 遙控器也很輕巧迷密 那上面有非常多的按鍵 有非常多的模式和效果可以切換選擇 那亮度也是可以調整的 除了燈效非常炫 機殼內的溫度也有明顯降低 之前簡單小雙烤燒機10分鐘 那機殼內的溫度就到達了36.6度 而且還在緩慢的上升 在這次加裝了許多風扇後 相同燒機的情況下 溫度就只有31.7度低了非常多 那從外面摸機殼的溫度也有明顯降低 不會是熱烘烘的感覺 所以除了絢麗的燈效 對於散熱也是有明顯的幫助 那CF8 Pro原廠提供了一年的保固 價格方面發現有時候 DarkFlash的蝦皮商城會做一些活動 這組可能千元內你就有機會買到 而且還可以配合優惠券非常划算 而且呢即便是這樣湊完一套以後 你還是可以湊到免運的門檻 不用付額外的運費 DarkFlash CF8 Pro在這個價位的風扇中 不管是亮度還有飽和度 其實都比預期想像中的還要高 所以整個CP值覺得還蠻不錯的 雖然燈光本身是不能講CP值啦 但以廣義的CP值來講 這組真的還蠻不錯的推薦給大家 好 邀請您按讚訂閱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買面電郵 今次回到$0.0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